3月22号近来一直忙于赶拍新片冰封侠的甄子丹难得偷闲 为好友美容店的开幕仪式加持人气 一项很有时间观念的甄子丹当日出席活动却少有的迟到 不过一赶来他就放下巨星架子连向媒体道歉 是的 今天首先很不好意思迟到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最近要赶那个冰封侠的那个那场青霸大桥大弹的那场戏 因为我们搭了那个景每天那个费用都非常贵的 除了将一身武艺贡献电影事业外 甄子丹自然也有意传授功夫与爱子延续成家族文化 但他就笑颜自己层次太高因此先用其他武术磨练幼子 我小儿子今年才五岁 那么我觉得再大让他再大一点 因为我的武功层次很高的 那小孩子还可能还没有还不可能就是领悟到来 再过几年吧 但是现在我有给他学那个跆拳道 还有那个一点点的巴西游戏 我忘了他去吧 我忘了这种跆拳道 我忘了的时候 那你们自己会把这种跆拳道 我忘了一句话 会遇到这种跆拳道 但是什么东西 没什么好 你明白了 那里面 感谢观看